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雖然阿咪與各位是遠距離的感情 但是今天阿咪來到了苗栗三粒 要獻上我的大大的一顆心 今天是什麼 要吃什麼呢 烏水沖油雞 烏水沖油雞到底有多好吃呢 一起去看看 烏水怎麼做出來 看看家裡沖雞一定要加點水啊 師父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烏水沖油 跟一般的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白仔煎 我用水去煮之後 它的甜分也好 它的鮮味也好 它會融在我們的湯汁裡面 這個全味都是雞雞 對… 它就是傳說這種滴雞雞 對… 那我喝一口那個紅香 它的甜味完全是雞的甜味 這好香甜喔 師父 你別讓冬瓜會偷偷一點嗎 還好啦 剛才只會 才會一家燒油雞 對… 超管管的千金之明 在我們的黃金器上面 超香的 漂亮 阿咪阿真的很好耶 每一餐都有不同的男人吃飯 其實邀請到的就是 David副總 帥哥哈囉 哈囉 大家好 副總成紅史白的 平常吃得不錯啊 就是我們的師父手藝好 所以我就吃了 你覺得很好 來 我要先吃了 因為我餓很久 這個人一直不讓我吃飯 只能表演一下 來 吃這個 對… 待會… 我們要先吃這一道 為什麼 這一道呢 裡面的這個杏仁露的部分 這裡的濃稠度呢 是它特別調整過的 所以在它冷掉之前 結凍之前 我們要先吃它 它會結凍 會變成像果汁 所以要先來趕快喝 對… 那我再教你一個小片包 用手拿油調 這個時候就不要客氣了 直接用手拿油 好吃喔 大口喝湯 大口吃油條 好吃喔 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 這就是剛炸完的輸出 它故意炸得密密一點 它就是為了搭配這個杏仁露 好香喔 對 如果你放太久 軟軟的咬起來 就沒有那個味道了 是 好有口感的 烤烤烤烤的 但它這杏仁露是有像你牛奶的 就是我們祖師的秘密 它都不可能透露這樣 你怎麼那麼會接啊 不知道就不知道 因為這樣才有特色以後 你才會開始喝這樣子 不懂 因為我來 你不要關門放狗 對 對 下一道 先芋頭鬆板 鬆板 還是蔥油雞 這個就你喜好啦 好啦 那你選雞 我選這樣子 點刀石頭 不 點刀石頭 不 點刀石頭 點刀石頭 賢葵了 我說了 賢葵 我默契太好了這樣 對精華這個部分 是不是在你蔥油對不對 你怎麼那麼會伺候女生啊 這個一定要沾滿滿的 這樣我不太好意思 好久沒有意思候了 其實都不能那麼伺候我 我們就要來罰站 來 我陪你吃一塊 你試試看 它做得好不好 這個一定要沾我們這個 蔥的這個 這樣子 對 真的不好意思 的皮就是脆 我們有發現那個 蔥的味道很濃郁 對 就是很年輕的 如果說蜥油女生 她就是很年輕 皮膚很緊密的 就是有運動 不會像我們這種 每夜菜在沙巴上 鬆鬆軟軟 就不是這種一樣 我們這個雞 的來歷也不簡單 這個是跑山雞 難怪 這麼緊實的雞肉 所以我們的這個雞 它是每天肉運動的 對 難怪 所以它的肉質會特別好 而且最特別是它的皮 有Q彈的感覺 好吃 一定要加蔥油 對 沒錯 好 下一道 聽到松阪酥兩個次 你就會覺得很高檔 對不對 對 這就是我們的松阪酥 裡面芋泥的部分 這也很特殊 這是我們公館在地的芋頭 一般我們都只知道 大甲的芋頭 其實公館的芋頭也很有名 尤其它的檳榔芋頭 你先喝一口這個湯 跟一般這種芋泥的感覺 是不一樣的 師傅的小秘訣是 它不會把芋頭完全打泥 它留一點芋頭的小顆粒 小口感 所以你喝這個湯的時候 試吃得到小芋頭呢 其實好結喔 它會很多特殊的 對啊 失常了耶 有沒有發現那個 豬肉是會Q彈的 最主要是豬肉 從芋頭拿起來的時候 它會裹上一層芋頭的根湯 所以感覺吃起來 我可以形容說是 非常溫柔的 我這個形容很有詩意耶 很溫柔的 松阪芋頭包 我們的這一道菜 其實各種形容詞都有啦 你形容一句 這是難倒我的 死熊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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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敗了 最喜歡哪一道 我個人其實還是喜歡西熊 對 所以代表你有女性特質 不要這麼瘦嗎 對 你都覺得我娘會起來 沒有沒有 其實現在女生都喜歡 有一點可以溫柔 也可以陽剛的 我們不是在相親節目 記得我們的節目叫做 今天吃什麼 歡迎大家一起來 西湖品嘗 好吃的 什麼 主廚推薦的大餐 這好菜 三義才有喔 謝謝好兄弟 David副總 謝謝謝謝姐 手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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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